我本來在世上是天主教徒,一直相信宗教 但慢慢慢慢就沒有再去教會了 我的想法很想自己去追問這個宇宙 或者是世界的本源,這個個人想法 到哲學系之後更加是懷疑主義 但是到了大概應該是研究院的時候 再讀老子、讀德經 發覺他有一個想法,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竟然是原來世界宇宙的開始 並不是想知道一個又開始,沒有開始這麼簡單 所以原之有源,還要支援 並不是太極的問題 太極怎麼生一出來 一我估計不是一個東西的問題 首先看這一章 第十五章 有物運成,先天地生,即是療系,獨立而不愧,周行而不愧 可以為天下無 但接著他的說話裏面就挺有趣 不不知其名,自之弱道,强為之弱大 第一段 有物運成,這也是一般的宇宙裡的說法 宇宙起源於一種混沌 有物運成就是有一種東西 這個物,當然不是剛才所說的 無象之象,無物之物 這個物是暫時給你看成一個 singular的東西 但我們暫時來說,其實是一種混沌 混沌是道家的很重要的想法 它比天地更早存在 即是療系 即是這個治療,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它不一定是寂寞的 即是好像一種孤獨 或者一種孤獨 它存在在那裡 什麼都沒有分別 獨立而不愧,它是independent 即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周行而不愧 但不斷運行,它又不停止 可以為天下沒有 沒有剛才所說的一個基礎 成為萬物的母親 影響這個母親未必是指生育 是指一種存在的本源 我不知道這個老知者就是老丹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自知入道就用文字寫出來叫道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呼應的說話就是 我暫時叫它做道 因為道這個字本身是道由路也 說明簡直說 路本身是一種 讓居水馬龍 或者是事物在那裡游動的一個channel 或者是一個載體 可能它就用道路的一種議像裡面 是在乎的 所以西方的翻譯道德經的道 就是Way 強為之弱大 勉強稱它為偉大 好了 這個大未必是偉大 就是一種很龐大 或者是很深奧的龐大 接著是下一句說話 大若細 細若軟若若反 這個是一個又圖像式 老知這個人是 跟東方文化一樣 是很圖像式思維 但是他的思維也相當深刻 它大到怎樣 慢慢慢慢變成是Boundness 用英文說就是Boundness 就是細去沒有了邊際 因為大也有一個範圍 有一個Boundary 因此這個道本身就是 大到那個階段 根本無邊無制變成無限 細若軟 然後補充 細就是 好像無邊無制 好像非常遙遠遙遠的地方 但軟若反 最後又回來 軟就是再近著我們的眼前 就是說 他的意象裡面 有一路龐大伸開去 伸開到最後 竟然就是我們身邊的存在 這個想法裡面 莊子有些語言比較容易明白 莊子描寫這個 有一個叫雲像 雲的將軍 遇到一個叫王毅 毅 毅康的毅 就是一個德道的高人 雲像就問 其實道是什麼 雖然他自己是天將 也不明白這個道 王毅是德道之人 他說道就是在瓦石 就是在石頭 或者是爛瓦那裡 雲像覺得他好像欺詐自己 或者是所謂玩他 於是他就說麻煩你再認真說些 那他道在流蟻 就是那些螞蟻的小動物 那些蚊蟲 然後說 你可不可以再認真些 道在奮力 就是在大便小便 那麽雲像就覺得他在這裏 正估他 就生氣 但是王毅的意思裏面 就是我們不要以為道 一定是神聖 龐大偉大 其實就是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 佛鑑了他的意思就是 是花草樹木 一種事業裏面 一樣見到道 所以中國的禪宗 你本來講平常心事道 平常心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好高無遠 一定以為那些偉大的東西 就是高高在上 永恆、偉大、無限等 而是就在你身邊裏面 OK 這個初步這樣說 就是大約細小 軟約反制 一方面你要強調他的偉大性 另一方面又要表達他那種 所謂深刻的內在性 其實最後最後我們的代表 道在人心裏面 這個就是他想暗示 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 這個域 這個域的意思就是 指這個存在的領域 有什麼呢? 有天、有地、有自然 人就是一個 然後在這裡裏面 再用一個方法就是 人效法大地 地效法天 天效法度 道法是自然 天法度 這個天未必是指定sky 即是宇宙的一種生成最龐大的形象 在這些情形下 他也要效法度 道是怎樣?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就不是道效法自然 道本身就以自然的方式變 這個就開始 但是又說說一下 剛才的很神秘道 道到非常道 又說有物運城 又說宇宙很神秘的東西 突然回到無為裏面 所以記住一個key word 無為和無是兩個層次 一二二二一 無為是實踐 去除造作、虛偽 但是道的表現是一種無 一個好似客觀的道就是一個無 即是被掩蔽的 不能夠用語言說道 但是主觀的狀態下 我們透過無為 去看護到道的寧靜 於是說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應該回到剛才的第一章裡面說 就是常無慾 以觀其妙、常有慾 觀其腰 這個是從實踐上去講道 這跟剛才的位教討有些不同 我們在實踐上 在無為的地方是怎樣 剛才說的 之前三十幅共一谷 當期無有 言直以為氣 當期無有氣之用 這就是內心無為的妙用 在妙用的時候 用一個應用的說法 就是當我們的心靈 不是父女於某一個特定的對象 例如你可能很緊張金錢 於是你就會看著股票市場 晚上看著倫敦金 然後不斷地看外幣 這個周而復始的一種定用 就成為你的父女 成為很煩惱 甚至很疲勒 五色令人目瞎 就是這個意思 常無慾 觀其妙 這個妙的意思就是 在無的狀態 見到的妙用而無方 常有的觀其腰 就是當我們形成的事物是有 這個有有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有 例如我們建一間屋 這也是一個有 它需要作窗戶等等的事物 才空氣流通 這個就是無 但是屋之為有 文明之為有 是它存在的 但是當我們有的時候 人類就多了一個這樣的追逐 五色令人目瞎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生命會不斷追逐 於是想擁有慢慢慢慢 我們又遺失了我們存在的道 這個就是道家的想法 好了我們看看最複雜的一部分 就是道生一一生二生三 就是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父音抱羊衝氣和 整個《道德經》只講了一次陰陽 但是後來的中環家等等的東西 或者一些陰陽家就很喜歡說陰陽 陰陽是太極 太極是到了唐朝才出現的 太極是陶雪 唐朝才有一個叫做陳博的道士畫出來的 因此來講 唐朝大公元六百年 其實歷史不是很久 道生一生二生三生 三生萬物 這個說話怎麼理解呢 我的老師就是毛中三先生 我們給了一篇道家文 那篇文其中都有提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一二三 並不是數目次那麼簡單 他說有時候人類對三 有一種好像triangle的模式裡面 就是例如教宗教說 聖父聖子聖靈那樣 聖父聖子聖靈為什麼 一定是三位一體呢 在中古時候裡面 西方的神學想了很久 想了很多理論出來 這個部分裡面我都可以簡單補充一下 就是做一個對比 三位一體的意思呢 就是讀神學才會講這些東西的 或者我們當一般信仰的方面 覺得是神好神秘 很多東西我們就不能理解 那麼三位一體裡面 就是第一個圍詞裡面的 所謂聖父 但是做物主如果沒有物給他做 他就沒有辦法顯露出來的大能 沒有辦法顯露這個正在 所以道呢 首先有一個方式裡面 就是離開了他自己 而變成了創造 創造是一種破裂來的 明白嗎 明白嗎 神本來就是一種 一種 一種 內在於自己 沒有任何的痕跡 但是有所謂創造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萬物 有種種的東西 那麼這些創造 有創造物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會產生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本來神是無所不包的 神是全知全能之外 這些萬物 被造物和神 就變成了一個所謂對立 這個對立就形成了兩個存在 本來神是無所不包的 但是現在變成了萬物的人 又如何呢 於是會出現一個另一個問題 就是神要離開他自己 所以耶穌這個位置聖子 既是神又是人之子 明白嗎 他所謂神之子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本身是由負這個位置 離開了他 因為有了萬物之後 有了人類之後 或者有了罪惡之後 講得簡化一點 有了罪惡之後 人類就沉淪了 失去了樂園 那麼耶穌的出現 耶穌是神來的 耶穌就是離開負的位置 因此耶穌就是神內在自己 於是耶穌是神內在自己 但是最後就是這個聖靈要出現了 為什麼有聖靈要出現呢 其中有想法聖靈就是 God in and for himself 統一這個過程 所以到了耶穌死後40日 耶穌升天之後 這個聖靈降臨 降臨的意思就是 以一個白甲的方式 以一個光線的方式出現 就是將這個子回得 扶回負位 而三位一體重新得入統一 於是最後一個基督教神的說法 就是宇宙為何會有宇宙呢 他的說法跟宇宙搭發站 宇宙是神 而耶穌升這種潛在的方式 破裂了之後 一路一個歷程 變成宇宙的歷程 最後回歸回於 他自己的一個統一性 這個就是一了 這個說法裡面就是 三二一一二三 這個一二三 並不是數目次那麼簡單 他說有時候人類對三 有一種好像triangle的模式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既以為一二且得有言乎 既以為之一二且得無言乎 一與二言為二 以一為三 此之以往考力不能得 以方的犯覆 這段文字裡面 一般中文系 我聽過一些中文系的老師以前講的裝置 很多時候都不解釋 一二三講什麼 我都是從謀宗三老師學習回來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這個說話很多時候 就是要形容中國人說 天日合一的境界 天地與我並生與我一起存在 而萬物方面 與我已經是完全合一了 這是不是一個境界 但是這個境界 裝置有趣的地方 既以為一二 既然我天地和萬物與我為一 且得有言乎 且得的意思是難度 難度還得有語言嗎 這個語言嗎 就是指這句說話 指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就是說 有個人當作裝置自己 我感慨了 我和天地已經是 就好像逍遙無代 已經和天地萬物一體了 但是說這句說話出來 就出現與病 因為如果我和天地萬物 以一日一體的時候 我仍然有我和天地之間的關係 於是 我如果真正合一 既以為一 既然已經是完全合一了 難度還有這個合一的說話嗎 難度還有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嗎 可以嗎 我再看看 既以為之一二 且得無言乎 既然我已經說了這個說話 以為之一二 就是說 我剛才已經說了我和天地萬物合一 很自豪 或者很宵嚴 且得有言乎難道沒有說到嗎 知道嗎 他反問自己 我一說這句說話 就令我和天地破裂了 或者和道破裂了 用這個簡單的意思 道已經破裂了 但是 我再回想一下 既然已經說了和道破裂了 我難道沒有說到嗎 好 接著第三句說 一與二為二 二與一為三 一同與二 就成為一個二 這個二解釋為對立 不是數字 一是指天地與我合一那種存在的合一 就是說 這個存在的合一 物我兩亡 就是莊周夢為蝴蝶那樣的境界 這種過程裡面就叫做一 這種我們叫存在的合一 然是指這句說話 天地要我併生萬物要我為一 說我已經和天地合一了 有一個說話說出來 一 存在的合一 和語言的一 就成為二 成為一個對立 明白嗎 明白嗎 這句說話要用回剛才的例子說 天父本來就是一個統一 就是所有萬物的本源 就是創作者 天父某相是不能夠形容的 如果沒有指慧 沒有聖靈 對立不到什麼叫副慧 但是天父作為內在 自己而無所顯露 就沒有了 但是呢 因為西人犯了罪 創作之後 就有這個後果 於是要耶穌去救人類 耶穌是神來的 所以這個是最後世界每天的 耶穌就是在天庭裏面 就是坐在右邊等等的東西 這個左右其實是對比的 其實是說 耶穌就是神的道成肉身 是一個顯現 而顯現之後 他要隱蔽回去成為副慧 這個就是一個宇宙創造的循環 道家有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莊子的意思 當然他不是說 叫教有天父聖子那些 他說一與然 這個就是存在本原內在的一 這個就是道 這個就是無 所以一就等於無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稍後有機會再給你發問 一就是本身是無 而然代表著有所說 就是道可道 這個就成為一個對立 人一有所描述 就和描述的事物有一個對立 那麼二與一為三 二就是這個對立 不是兩樣東西 以及本原的一 存在的一 還未變成三 這是一個上下關係 並不是三樣東西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的三為一體 其實是沒有很多分別的 我們先看看後面 自此以往 考力不能得 二至一 就變成三 那麼三與存在的一 就變成四 所以自此以往 一直四五六七八 一直下去 考力不能得 這個力就是力法的力 就是日力的力 是代表著很懂計算的人 都能夠計算不盡 考力就是最厲害計算的人類 都沒有辦法說清楚 而方其凡夫 何況我們凡夫俗子 我們怎麼能明白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樣的萬物衍生的奧秘呢 他就不是表示完全不明白 故自無、識有、以至於三 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個無不是肯定的一 就是不可說的道 如果由道的存在 由無、去、這個識是去 去到有的方面 有就是二 以至於三 就是它兩個對立的時候 變成三 而方至有、而識有 到了三的時候 就是一路繼續下去演化的時候 知識又不斷下去 何況更加複雜 即是從無到有已經到達三 而何況又二、三 一路地衍生下去 萬物是無窮無盡的方面 何況如何計算呢? 無色然、不恩是義 這就是莊子精神 不要去追逐 吾生也有牙、而學無為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思想、語言可以窮盡 不要再追逐 恩是義 就這樣停止罷 這個意思是已經停戰的 就這樣停止罷 按於無為的虛靈 所以 道家這裏裏面 變成了一個相當神秘的想法 就是 你每一刻在無為的狀態下 就很能夠體會到道 道就是你內心裏面 並不是外菜的對象 一方面我講 感慨我已經和天地萬物合一 這個萬物合一 就是得到的一 但是問題 他再回顧一下 既以為一而且且有言 當我一說我和天地萬物合一 的時候 我就講了說話出來 講了說話出來 我能夠認識到我的存在 和天地的存在 變成一個對立 所以這裏面的說話 一語言為二 這個說話就對了 就是一同是語言 這個言就只一個一 合一的一 這個一是存在的一 看不看這個比較難的 存在的一就是 沒有說話可以講的 就好像神的狀態 好像聖父的狀態 根本沒有任何言說可以講 是了系即系的 這點意象應該可以把握到的 就是說現在我們覺得 已經有宇宙有星球 你想像如果這個造物主 我們不要叫做天父 這個造物主根本不創造 但是它是存在的 那麼宇宙某上 你連黑暗都說不上 宇宙就是一種 這個造物主或者這個神是存在 但是這個存在就是不存在 不存在就沒有 能不能把這個轉動 這個很重要的 了解宗教 包括基督宗教 了解最後境界 我一人和幾個朋友說過 神學那些討論的事 他們說過神學的事 最微妙就是這個三個一體 看看你的同學 要不要補充 一語而為異就是一個對立 這個對立性就是我們人類的世界 以及存在的本源 這個道也好 或者是剛才說的聖父也好 就變成一個上下關係 這個對立不是兩樣東西 是一個對立性和本源的一 變成三 這個三的借意當然不是三樣東西 就是一個上層和下層的關係 自此以往 應該這個一再同四 這是借餘的 天地用它並生而萬物為一 當作莊子在第一身 這個第一身的人 大家說 當作用一個虛義的說法 大家想像 我已經到達很高境界了 逍遙無待 然後我跟天地萬萬為一體 我再不感覺到恐懼死亡 不再感到有得失和榮辱 這個道教所說 最終我已經是 好像一個神人、智人的境界 但是一意識到這句說話 一說出來 其實你已經和這個 最本源不可分的道分裂了出來 你以為把握了道的東西 就剛剛好失去我的實道 我們用一些比較實踐的說話 就是之前說過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比較謙虛的 這句說話剛剛好 是有一點點折打嘴巴 一個謙虛的人 是不會說自己謙虛的 明明是這樣的語言藝術 假的方式 所以這句說話 通常我們是清喻天地用它並生而萬物為一 是很高境的 但是裝置剛剛好 我們將這句說話 看成一種破裂 看成我們引證 我們已經離開了道 如果真正在道的方面 根本就不可道